反修例事件中,青少年的被捕者其實都是仇害人 他們是被爭取政治紅利的人利用一些假新聞、假消息 去灌輸一些仇警的情緒 被他們利用而作出一些違法的行為 企圖動搖我們香港的法治和警隊的執法能力 很不幸的是,年輕人面對著有人千方百計 都要將暴力英雄化、浪漫化 不少年輕人的價值觀都被扭曲 當有人稱讚他們是義士,令他們產生英雄感 又或者有人跟他們說青少年犯了法 會獲得法庭卿判 於是,有年輕人就以為為了符合自己的利益 或者信念,就可以為所容為,甚至犯法和用暴力 最可恥的是,包庇和煽動年輕人犯法的人 當年輕人被捕,甚至坐牢的時候 他們除了叫人捐錢給他們那些大藏的朋友打官司之外 就只會任由年輕人幫他們買單找數 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子女 就從來都不會參與暴力 要奉獻政治製品的時間 永遠都只是別人的小孩 好,再見 再見